我也是服了 我现在是在山海T2的发布会现场了 这款车终于要上市了 看看它最终的架构会是多少 山海T2终于来了 这款车其实就是街图旅行者的CDM版本 那么现在进来之后 可以看到这款爆炸图 你们喜欢吗 就是他们的改建 包括车顶平台 改装套件等等 我们走进了看一下 这款车改的真的是挺帅的 而且这款车你看看它是七座版本 后面明显是加长了 更重要是旅行者后面的地柱原先的设计 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好看 因为凸出来一块 现在平直化了 它就是七座版 这就是和原先五座版最明显的变化 那么从外观上可以看到 整台车前面和软油版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有一些该辆的地方 它也都亮了 这个版本就是五座版本 大家觉得地柱这一块是扬起来的 收起来的 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在刚才我们看到了 它的七座版本 是进行了平直化的设计 这也是七座和五座最明显的区别的地方 那么车尾书包的造型也是得到了保留 那么可以从车尾的尾标看到山海T2 CDM 看一下车内 车内的变动也不大 会有一些插混的一些专属的配色 比如说我们眼前这一款 是一种藏蓝色的 而且它电子排档 看到它排档桃上面的截图的标了 是发出蓝色的光芒 今天上市这款车它应该只有两驱 官方说四驱版本将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来进行上市 所以还是留了一些期待 动力总装就是昆蓬的动力 CDM的系统 这套系统在遥光CDM上其实脚车已经体验到了1.5T的放动机 配上电池组 配上驱动电机 那么根据配置不同 它是有两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 分别是26.7千瓦时和43.24千瓦时 那么对应的CRTC纯电续航是129公里和208公里 截图旅行者现在销量还是不错的 在最新的3月份它的销量是超过了9000台 那么上海T2后续上市之后 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最整体的销量进一步的提振 17.99万元起 现在是不限品牌有1.5万元的置换 置换之后16.49万元起 眼前的这一款是上海T1 那么最远端的那款橙色的是上海T5 这是五虎上将 玩闲云梗了嘛 五虎 五虎上将 T1 T2 T7 T5 还有一个P5 那个P5黑不垃圾的是它的皮卡车型 还是进行了一个 怎么说呢 隐藏 它还有一款皮卡 这里啊 不知道T几 还是比较期待的 未来截图品牌有这么多产品序列 那么T1呢 这款车就是要比T2的尺寸要更小一点 而且呢 我个人感觉这个T1的外观有点像以前的吉普自由侠 哇 这个车门还能打开啊 我看一下内饰 这个内饰 其实就和T2没什么区别啊 这个内饰啊 没啥区别 看一下后排空间 后排空间就是这个样子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T1啊 更适合城市来代步使用 造型挺可爱 而且呢 整个设计呢 我个人觉得我挺喜欢的 那么这一款呢 就是T2啊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后面的这一款 叫旅行box 这个附近呢 它的价格啊 6.99万元 是目前现实的 之后的原价是7.99万元 这个价格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 而且呢 目前订这个呢 是可以赠送它车顶上面这个啊 电动的这个帐篷啊 这个帐篷的价格呢 是12,999 1.3万元 那么这个旅行box的空间容量啊 是非常的能装 可以储120升的水 而且呢 还有这些露营所需的一系列的装备 包括炉子啊 都可以 这一款呢 是T5 这个T5的尺寸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对于目前来说呢 还是仿概念车型 整体的外形设计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定稿了 最后呢 结个尾就是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山海T2的价格 也是这场发布会截图品牌之夜的重点 那么山海T2目前它这个价格 我个人觉得啊 小声点说啊 有点高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三款的车型它只有两驱版 那四驱版本呢 会在下半年上市 就是 那么四驱版本的价格呢 肯定是要超过20万元了 那么目前市场里面的竞争对手也有很多的啊 那包括哈佛的二狗啊 二代的大狗 哈佛这个版本啊 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山海T2的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么旅行者的2.0T的价格呢 也是在18万元这个前后左右啊 所以说T2的版本 它是可以插电 也是上绿盘 但是呢 它没有四驱 啊 目前阶段是没有四驱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看你怎么选了 是想要四驱的话 现阶段你只能买旅行者的2.0T 但是你想上绿盘 又想这个体验这个 哎 露营的快感 呃 然后经济性更为突出的话呢 那你只能选择呃 T2啊 所以呢 还是让人很犹豫不定的 那么至于市场的后续表现怎么样呢 还是让我们期待一波 包括今年下半年四驱版本的问世之后 价格会不会有惊喜 让我们更加的期待了 现在再试过来 这个读想要的后期 再试过来 大家想要看一下了 嗯 这时间了 这个读想要的呢 这个读想要的读想要的 这个读想要是吧 の读想要不是个人 那啤酒店 这个读想要就是说病呀 那个读想要是可能的 譬讨的 好的 logic 这集想要是什么都可以回答的 我的读想要是什么 这时间 我的读想要是什么东西的��고